0 也就是說呢如果是0的話 mod還是0 所以要避開這個0 那then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優標select 就是這個儲存個select之後 那我的selection .font 它的color等於rgb 白色的話就是255 那interval 的color就是底色的顏色rgb 25 0 0 因為r是 紅色嘛 其他都沒有顏色 end if 所以基本上就是中間這一段 加上去 就可以完成了 那不過呢 還有一個狀況就是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 最後還有一個狀況就是 那我要恢復啊 那恢復要怎麼恢復呢 就是全部的底色 那恢復有很多種方式 我這邊想到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所有底色 都改成什麼 原來的底色 那原來底色什麼顏色 其實基本上就是 常用你想說這個原來底色interval 它的interval我怎麼知道什麼顏色 基本上游標放上去之後的話 這個油漆桶 點一下之後的話 其他色彩 各位看一下有沒有 R RGB就出來了 實際上喔 你就是油漆桶如果interval有沒有 那有其他色彩 裡面就有這個顏色了你就把 RGB填上這顏色就會是原來顏色 所以很簡單恢復的話 就是怎麼樣呢 把這個顏色按下恢復之後的話就把所有的儲存格的底色 有沒有 改回來就好了 所以我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恢復的話 在這裡 就是 把fone color改回黑色 然後 背景的顏色就剛剛講的這三個顏色 OK 那游標再把它 移回到 A3上面 就完成了 OK 所以基本上 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各位回去的話 再試試看好了 輸入一個7 Enter 然後回覆 OK大概是這樣子 好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完成的程式碼也在上面 你們回去有時間 再看一下 那下一次的話我們還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sample是 問題22 就是做那個 乾乾特圖的 自動排層的 我們可以自動去排層 那這個複雜度會稍微高一些些 給他如果有時間的話回去可以稍微 再把這個問題22再看一下 OK好那今天的話我想我們先到這裡 好 OK